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寻找BNO早家移民的故事》的节目 这是你 今集有我许晨 另外还有我们的以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订阅我们的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这些流亡通緝反分子 罗冠聪 蒙绍达 郑文杰 揽炒巴刘祖迪 这些其实现在是姚美克兰 希望英国收留他们多一天就只有一天 他们是这样的 只能求求人收留他们 而不是他们可以去哪里 再加上他们有通緝令 如果像蒙绍达那些 想着自己日后能不能够5加1成功入籍 而梁文正也很大问题 因此通緝犯就另一件事 像罗冠聪那样 就着《基本法》23条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草案 在上周五 正式刊献 对他们这些叛国叛乱分子 及会找境外势力去干预国家安全活动 这些事情 一拼就行为了他们 也是靠那些隐蔽 因此他们这群人一定会弄爆整份《调例草案》 他们的视觉和我们真的很不同 他们又怎样看呢 尤其是这些罗冠聪 我们逐个逐个去拆解一下 他们总之这些通緝犯、逃犯 他们几着眼就是这三个字 就叫做潜逃者 那是这样的 这些人 为什么要离开香港 都是因为通緝他们就避免 应该要回来 但他们不正常所以不回来 不用过街老鼠来形容 我们看到罗冠聪 我们都说了好几次 都说会打击他的收入 其实较早前也试过有人 透过Patreon帮助他们的众筹 因为给他们钱 例如许智峰再加上罗冠聪 因此拘捕了两男两女 正式落案起诉未就未 但那时候罗冠聪已经很快 才懂得再跟人说 你记住在保障 就要拘捕哪些 来确保自己的身份 还是怎样的 不是吧 拘捕了别人才说 对于现在 23条的刑罚 他们又觉得加辣 很重 如果不是那么重 不是那么辣 又怎么会令那群人 刑罚成本上升到这样的话 他们更加不敢给你 对吧 是肯定的 所以我也很怀疑 哪个人还可以给他们 或者什么人 会愿意给钱 他们在Patreon 也好 YouTube打赏给他们 也好 这是另一回事 因此 整件事 都是你们自己创出来的 这个圈 你们的黄圈 又创到23条 就好像很厉害 觉得有什么国家机器 会透过什么网络监控 一定会找到你的 甚至说到 Facebook和IG 近来那次的倒机 都是内地造成 还是国家机器造成的 你们说到那么夸张 那么恐怖 那些人就更加担心 就算Patreon YouTube 也好 隐姓埋名 是不是都会查得到呢 他们就会有这个疑魂去想 再回来 罗冠聪是怎么说呢 他说自己没有 跟香港任何人 有什么直接的资金来往 现在 立法23条其中的目的 就是想阻折 他们这些流亡的人 就在不同的平台去找食 例如刚才也说到的Patreon 和YouTube 他自己也说得明白 间接地也想告诉大家 你不怕糟糕的 就继续给我吧 他有这个意思 他说 就让他们这样得到香港市民的资金 或者其他方式的支持 他说 相信香港市民 都应该一早有所准备的了 保护好自己的私隐和安全 他很贱的 究竟查得到你 是给了谁 或者会不会真的有机会有人 傻起来自己没有贱到 还是怎样的 他说这些平台就不会提供任何 关于捐款者的资料 就给特区政府的 哦 他一旦继续 哦 想派一些定心院给大家 你不用怕的 你继续给我吧 你这么乞丐的 是的 对了 告诉大家 你继续在他的Patreon 或者YouTube上给他 这个意思 这个真的是人渣 千万不要给他们了 老实说 一来吧 其实就有犯法的风险 虽然Patreon YouTube这些 就说会保障私隐 但是难保 用其他方法 可以查得到 谁有给钱的 对不对 即使 喂 为什么突然间 你们那些什么Patreon 什么东西呢 他们玩了这么多年 用了这么多年 突然间 咦 原来特区政府留意到 甚至乎有些人 就贴上自己 原来给了钱他 喂 你这样的话 那就死定了 是不是 你傻人呢 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会撲出来的 那现在 罗冠聪的意思是 似乎 没有钱了 方方面面 哪里有钱 都要杀 希望香港的朋友 继续帮他 记住 千万千万真的没有帮他 就算有没有23条 也好 都是不可以这样去帮 较早前来也说了 有四个已经是好的 他说 对这种封杀 都可以预期得到 很搞笑 他还反骂特区政府 可耻 可什么耻 你是什么 你是通緝犯 通緝犯 你是潜逃 你还骂政府 可耻 最可耻就是 你这些人渣 真的 如果还有一些良知 就立即买一张机票 飞回香港 投安自首 否则你永远 就在海外继续做一世人渣 真是正一垃圾 还要爱人 当没事发生 再骂特区政府 可耻 最可耻是你们这些人 除了你们这么高调 点名我们这些流亡人士 还有再加上你们这些奇迷怪 什么 不过我认为 我们是有责任 要常常找你们来做节目 等到更多人知道 你们这些人是潜逃者 是被通缉的人士 对不对 如果真的遇上一些人 不知道头不知路 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是潜逃的 又愚蠢 又送了钱给你们洗 有可能触犯法例 不但仍是益了这些坏蛋 对不对 你们这些人是垃圾 对不对 争取民主自由 不是随便跟一些外国政客 说到希望制裁 帮忙这些 不断唱衰香港 又说香港没有民主没有自由 但已经自己离开了香港 几年了 你都不知道现在香港究竟是什么环境 香港是不是这么多人需要自由 当然他们觉得用这种形式 用来赚钱要塑造自己的形象 我们一定要踢爆这些人的行为 还有要让潜在想捐钱给他们的人 要认清这些是人渣 就算民主也好 自由也好 20不23条也好 这些人是不值得帮的 再加上做这些反中乱港的事情 麻烦你了 回来自首就最好了 对于潜逃者怎么看呢 一般市民来说很难明白哪个是潜逃者 哪些是哪些不是 你公出也是 其实不单止这么简单 有机会我们再谈谈 所以我觉得今次23条真的做得不错 虽然他说出来很快就读完 甚至乎立法会审议23条加速 还是怎样的 加速是一件事 但是因为之前准备23条都被人吹了很久 说了很久 问了很久 其实那段时间真的花了很多功夫去做事 只不过之前用多多时间去准备23条 现在在审议上就再争取那个时间 就是这样的 所以那些人说 你是不是甘于记忆 其实23条是准备了很久 其实我们也看到甚至乎一些建制都问 为什么这么久 都在那里吵了很厉害 那好吧 因此就说 令到那些人流亡也好 通缉那些 就很难找到一些海外的合作发展机会 甚至乎如果香港和他们有联系的人 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做生意 即在香港那里 虽然对罗冠聪这些没有直接影响 但是呢 累到人就不好了 这样的 他有少少这样的说法 自己都知道 人家就不敢再找他了 那好了 那回来看看 这个郑文杰 他还好笑 他也是最重含潜逃者的这三个字 他说现在看见潜逃者和潜逃者 这件事是挺辣的 他也觉得这一招 他说觉得 他觉得而已 就赋予了保安局局长 是无限大的权力 透过点名 罕宪 就可以指明哪一个是定的潜逃者 你以为真是点指冰冰吗 喜欢写谁谁谁 一定要有相关的证据 还要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 才可以肯定得到 不是他们就这么说 所以这些人 没有了解清楚的 就胡说 他也有提到 会搞到一些人 如果你真的帮了这些 郑文杰 罗冠聪 蒙兆 揽炒巴 这些人 如果真的捉到你了 或者一定是怎样了 还未正式下案起诉 告你而已 可能对于你的执照 或者其他的董事 那些什么 甚至乎你的资金 都是搞到有麻烦的 会受到影响的 他们就说这些会变成寒蟬效应 寒蟬效应 是你们有潜逃吗 有刊献的 是你们潜逃者 受影响的 难道普通一些 守法的公民 会受影响吗 不会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怎么会造成寒蟬效应 你说我知 这些逻辑都不通了 通一半不通一半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真的是 潜逃者和通缩犯 因为他最担心的是 自己的生活 他也举了个例子 他说 例如他租楼 或者买楼 有没有问题 甚至接待他住宿的人 是否等于协助潜逃者的潜逃呢 又或者在英国要开公司 有没有人愿意和他合伙呢 即使变成什么呢 你就是一个黑气石 哪一个黏起来都会 那我会不会叫他协助他呢 你又要证明到你不知道 什么叫做 郑文杰通缩犯 不是的 他只是叫我和他一起去找大保健 不知道他本身有什么背景 你没有完全不知道 当然了 他们甚至怕 在英国也会受到影响 你们经常说 英国是民主自由国家 你怕什么 是不是先 如果真的不用怕的话 怕什么做 那就试试吧 是不是 这些不是寒蟬效应 这些是类似协助罪犯 对街坊 香港本身也有这个法例 只不过在23条层面 变成了如果你帮这些潜逃者 这些反中乱港分子 牵涉到国家安全的人 就是另一部分的计法 所以他们觉得叫加勒 就是这个意思 可能觉得以前 帮了都没什么 或者不知道 这件事 如果现在定性了 你们这些潜逃者 如果帮这些潜逃者的时候 或者直接间接也好 就会有这样的刑罚 他们经常说什么红线不清晰 什么红线周围都有 但是如果这次 记住 白纸黑字写到明 最高的刑罚 是罚判监七年 如果这样的话 人家心里面有个数 如果最近去到七年 待会你说我帮了很多 或者叫多少多少 可能我坐三四年 死 那一千多百 就留给自己好过了 或者我们经常看到周小龙 会请罗冠聪 请那些人去家里喝喝吃吃的 是的 有没有资助这些罗冠聪 这些潜逃者 我怀疑是有的 只是我怀疑而已 有没有实际资助呢 留待警方去调查吧 即时的意思 现在这一刻 未立法也好 还是怎样也好 如果到时 真是23条 三读通过了 还敢放你自己的照片 和罗冠聪 喝喝吃吃吃 记住 这就叫做寒蟬效应 但是他也怕影响到自己 因为周小龙为例 他还要买香港领领变家 有的底褲 记住吗 他近来放这些 如果到时 你想想 如果周小龙 帮了罗冠聪 或者请他吃饭 或者有什么事 那会不会周小龙 也变成一个潜逃者呢 还未公布他的资料 然后你再不敢 就会找周小龙的公司做生意 因为有什么搞水电 看到吗 是 没错 所以如果这个人 这些潜逃者 还有少量子的话 就应该病了自己 不要出去和别人接触 那就是最稳定的 不过这些人 是没有良知的 相信会继续出去和别人接触 或者和别人搞不同的合作 也未定 但是又不告诉别人 公开自己这个问题 继续跟别人做生意 有往来 导致可能带给他身边的人 不少麻烦 对吧 可以了 他是自己说的 这个是郑文杰 他变成了这些 他也知道自己是潜逃者 面对着生计 生存 甚至乎社会地位 也会被污名化 不是污名化 你们真的是过街老鼠 系统化地迫害 即是迫害他们 令他们在移英世界里的社群 组织 都会有机会陷入冤狱 记住 如果你们一世不回香港 就做不到什么 就很搞笑 这个罗冠聪很贱格 他还要说什么话 哎呀 这样啊 我都受影响 那些香港人组织在英国搞的 那些表面上像社企 形式的经营那些 不知道会不会涵盖 在23条里面的 麻烦帮忙关注 你这些赞人 这样啊 多谢你提 多谢你提 对吧 我们的角度来说 麻烦了 罗冠聪 我们就会看一看 到时这些赞人 这些人渣 是不是都犯了23条 我们有空都会看一看 但是间接来说 即时 罗冠聪的乞衣兜 打烂了 或者是穿了洞 收不到钱 你也想收钱 你吃什么 打烂了乞衣缝 等你们齐齐 不要搵吃 吹 你的意思挺赞 可能大家都没有留意 这些乙英港人组织 小心啊 可能特区政府有 可能保安局方面有留意 但是我们一般平民百姓 可能没有这么在意 行 不要紧 我们会一起留意一下 他们有什么反忠言说话 在HISLOOK23条 也可以叫他 看看会不会如何追捕他们 没错 我们这次先来到这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